夜报是自己造的 必须要自己回头消除业障 这个事情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代替的 你看论营会上 阿南遭摩登前女之难 那是个很明显的例子 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帮忙 帮不上忙啊 阿南遭真正觉悟到啊 夜雨常讲啊 修行呢 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得 没有办法代替 遇到些高明的人 遇到佛菩萨 他指点你 教给你方法 给你说明道理 教给你方法 祝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 至于此 我们要明了 我们懂得理论 懂得方法了 自己认真努力 去修行 去修行 修行 修正 错误的行为 我们的夜仗就消除了 这个命运就转过来 我也常常劝勉同学 都希望大家 把夜报身 转变成怨离身 我们就得自在了 就能得祝福菩萨 护念 龙天善神 拥护 怎么个转法呢 我都讲得很多 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 齐心动念 都是自私自利 哪一个人不把自己的利益 看作低了 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 都是这个样子 学佛之后 这才恍然大悟 这个思想 这个执着错了 这叫做 这轮回夜 佛教导我们 应当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从今而后 没有自己了 自私自利的念头 放下了 黎牧原君士 就这个放下了 绝不为自己 一切为佛法 为众生 这一转呢 就把你的业力 转变成怨离了 我们要会转呢 你在佛菩萨面前 发这样的红世约 从今而后 我为佛法 为众生 绝不为自己 念头转过来 这个效果 力量大了 冤家寨主 报你的仇 要找你的麻烦 那是你还有私心呢 你现在念头一转 冤家寨主 不敢找你麻烦 拥护你 帮助你 为什么呢 他不能对你报复 你为一切众生 他要把你害了 他就害 所有一切众生 他这个罪过 担不了 你没有念头 为一切众生 为佛法 你是自私自利 为一个个人 他有办法对付你 你今天发愿呢 为虚空 罚戒一切众生 为正法 九诸 你的冤家寨主 看到你 不敢动你 只有在旁边 拥护你 帮助你 成就你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 怎样 转这个业报 而且非常 有效果的 转变 我自己本身 也是转变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的母亲 我的一些亲戚朋友 给我算命 看相 都说我过不了 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 是我的夜报 寿命 我二十六岁 学佛 我也没有求长寿 四十五岁了一年 我生了一场病 病了一个星期 我知道时间到了 我也没有找医生 也没有吃药 每一天念佛 等往生 念了一个月 病好了 我一生没有生过病 所以任何医院 我没有病例 转变业力 不再为自己了 为自己是死路一条 为众生是活路 是生路 我常常劝同学 能不能 能不能其入佛的境界 就看你能不能放弃自私之力 你能够放下自私之力 齐心动念 一切为众生 一切为社会 一切为正法救助 你的业力 就转过来 转过来 就是佛家 常常 成愿再来 你是成愿再来神了 你不是夜报神了 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 要精进 要努力 决定不能够懈怠 决定不能造罪业 那么由此可知 转过来之后 经典天天要读诵 他 做寸经典 就是接受 佛菩萨的教会 每一天 接受佛菩萨的教会 一教封信 这是我们 每一天念同样的不经 每一念一遍 有一遍的误处 所以一不禁 从初发心念到成佛都念不厌 为什么呢 遍遍有新意思 遍遍有新的误处 赌宋那真是其乐无穷 不疲不厌 帮助我们生活 帮助我们工作 帮助我们厨师待人救 利益 声光无尽 那么这是我提供你的 这个超度远勤在主 恢复健康的方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